最后的黑人之路引人关注 登峰的赵新年说在节目中就发现了自己走失两年的儿子就在新乡灰陷的黑妖场 在都市频道办公室看到画面上的镜头赵新年和爱人禁不住失声痛哭 为了解救孩子这一次赵家出动了九位亲戚雇了两辆出租车 在汽车的带领下一行人直奔灰陷的黑妖场 在灰陷县县城中面的故村村口 汽车一行又碰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家长 他们徘徊在妖场门口不敢进去 七十多钱 七十多钱 那那是 七个月 为了了解两个家长的心愿 记得决定带上他们一起裙子 然而在这个专场 家长们转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画面上的赵海涛 以及要找的另外两个孩子 不过家长们发现 这个专场里使用不少残疾人 记者得知 稍后记者和孩子家长又来到了一个被称作故宗专场的地方 这是故村较大的一个专场 在这里家长们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不过他们发现 这里确实有从郑州迈到这里的黑人 这位拉专批的妖工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有余 你怎么来这儿了 这里的老板也承认 人贩子往这里送过民工 不过记者和家长们发现 这个专场的地铺上藏着一个年幼的孩子 可能因为有病的缘故 这个孩子显得有气无力 你咋在那儿 哎 见到记者问话 这个孩子偷偷的抹眼泪 由于孩子拒绝回答问题 记者只得换个窑场继续找人 故村东面的专场 每个出口都有骑摩托车的人在望风把守 公路上有人站岗放哨 记者和赵新年在这个窑场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可是巩义的老李 却在这个窑场打听出了他儿子的下落 我孩儿在半月以前 拿到这个厂来了 到这厂里他不会赶快 也给他砸了的 正在老李和记者进一步了解情况时 一个自称是窑场老板的人围住了记者 而另外一个窑场 听说记者和家长来寻找孩子 赶紧停止了过夜并转移了民工 正在家长束手无策之际 刚刚在窑场发过照片的赵新年 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让他们再返回上一家窑场查一查 这一次赵新年果然发现了当初都市报道报道的那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就是刚才记者拍照的 躺在床上生病的孩子 看来赵新年一家认错了人 家长们想不通 省政府文件明确规定 国道省道高速公路旁五公里内 禁止生产实行年组砖 这些仅靠107国道的砖厂 为何在归线还大量存在呢 有关部门的监管又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的用功情况 有人监督检查吗 都市